看著大一幕演出期待已久的電影 民眾直呼好開心 滿興奮的 因為我等了這套電影滿久的 對 以為他還要等到真的降三集之後 才可以看 但是現在是微節風了 我都可以去看這一套 我愛的看電影 對 有久沒看電影 嗯 如果就是 三集之前就是有看了一場 就應該是整整兩個月吧 應該都有 微節風後 各地電影院陸續恢復營業 基隆唯一一家電影院 也做好影廳消毒 入場實聯制 量體溫 座位彩梅花座 及拉長播映場次兼具 與員工快篩 陰性才能到班執勤等相關防疫措施 更比照是霸館 提供入場民眾個人專用防疫座椅布 減少接觸機會 我們在上班前每一個員工都會先做一個快篩陰性 然後每個確定都是陰性的時候也會貼上這個 再確實來上班 然後我們上班都會先自己做消毒 然後食命制 然後梅花座 然後每個電影的時間都有拉長 然後夠時間裡面去消毒 在進場的時候也會量體溫 然後社交距離 然後噴酒精 驗票 然後在進完場之前呢 會發一個布置布給客人 然後在椅子上做個防疫的措施 然後用完的時候直接丟氣就可以一次就是不要適用 然後進場的時候因為隔下一場還有一段時間 然後再繼續做一次消毒一次 然後我們再進下一場 這家知名連鎖電影院業者也推出7月底前線上 預定電影票手續費0元的優惠 希望鼓勵民眾採取線上購票減少接觸風險 而受到疫情影響 及人數降載等防疫需求 業者估觀影人數僅剩疫情前的兩成 即使在傳統暑假旺季 還是會出現影廳內小貓兩三隻 甚至包場的情況 不過業者強調即使7月26號順利解封降級 相關防疫措施還是會繼續實施 希望讓民眾能放鬆心情 安心享受看電影的樂趣 記者張其團金融報導